三千能不能变八千 以翠花多年的经验 踏实能齐涨 整它 沈阳的王大美女预算三千 让我帮她找一条带飘花的桌子 东北老乡必须得安排 整它 这种飘绿花的很少见 老板这个多少啊 开心啊 一分钱一分货 好翡翠 飘花也分很多种 飘兰花或者飘绿花 冰种的感觉 老板这个打多少 有些好看的东西 它都是有瑕疵在的 好大的涂链 这种飘花 石头的底子就没有那么好 老板像这种打多少啊 这个桌子挺不错的 来看一下 这半边飘花飘得非常均匀 美中不足的呢 肿有点嫩 给小王发了一段视频 他老稀罕了 他说姐你别给我跑了 直接把毛胚给我拿过来 我这把扒呀 如果三千块钱能拿下来 没有问题 就是它了 三千能不能变八千 以翠花多年的经验 还是能齐涨 走 桌子起货了 咱们不打灯 看得到这个飘花 很分散 隐藏的很多飘花 都也飘出来了 而且它水头很足 肉质细腻 在这呢 给大家提个想 如果大家喜欢飘花的镯子 一定要买分散飘花的 也就是活花 千万不要买死花那种 也不要买满 镯子都是颜色 有的时候啊 你打灯都透不过去 还需要什么样的镯子 评论区告诉我